不怕你抬干就怕你不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为了帮助小伙伴们获得甜甜的恋爱 娜姐我真的是煞费苦心 不知道死了多少脑细胞 有很多小伙伴问 娜姐我平时身边都没有什么女生可以认识 想要网恋又不敢 没有试过呀 担心不靠谱 所以呀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网恋到底靠不靠谱 首先有很多软件都是可以找到同城的附近的人 你只要认识这种类型的 聊得好双方都有好感 那约出来见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比如某音某性都有附近的人的功能 社交属性更强一点的还有社交软件 但这个呀同时也给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便利 所以呀网恋靠不靠谱 那需要你自己去分辨 第一种是恐嗨选手 跟你聊天非常热情 甚至是无话不说 可是你每次遇到出来 他都是各种推托 什么没时间太冷怕尴尬都是借口 这种选手呢他只是想要在网络中找个人聊天打发时间 或者呀是作为自己的一个虚拟倾诉对象 因为对方从一开始呢就没有打算找现实中的对象 第二种是海后选手 你以为你在谈恋爱 可是实际上你只是其中的一条小鱼 所以你们见面了他就和你逛街吃饭看电影 每次你想要进步发展的时候 他就往后退 于是你就发现你成了买单侠 因为在他的想法里 反正你对我还可以 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没有人陪的时候 先你出来吃饭也不错 还有人帮我买单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 这第二种选手呢 也是小伙伴们遇到的最多的情况了吧 如果你遇到过 请把真实打在公屏上 第三种是骗子选手 什么九拖一拖放拖各种拖 这种呢就是假装恋爱奔现 实际上带你去他们指定的餐厅 酒吧 无装店消费 假装去那里约会 然后你买单 他们就可以获取提成 你要是不想买单 就会有几个大汉围上来 面对这种选手啊 你最好要有防放意识 只要你不会头脑发热 失去意识 约会去你熟悉的地方 不要去对方指定的地方就可以了 第四种是欲望选手 他们以前受过很大的情商 变得不再相信爱情 不再相信男人 所以啊 他们往另外一个极端过去了 只求及时行乐 不求天成地久 只想和你玩玩 不想谈恋爱 如果你想和他诚心相处呢 他只会觉得又是个骗子 或者是个傻子 他们只会贪图的美色 所以小伙伴们 如果遇到这种选手呢 有一个很好的解联方法 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要勇于问姐姐说 不 你要相待证明你是个好孩子 不可以做大人做的事 如果你突破重重难关 发现他并不是以上讲的这四种选手 那么恭喜你 你突破了第一步 说明对方也是正经想要恋爱的 当然后面也会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你们之前都是网络聊天恋爱 现在要跟线了 就会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么就是见光死 说白了就是网络上跟线始终不符 区别太大 对方觉得落差太大难以接受 可能你网上很未了 但是见了面 哑口无言 这就有可能见光死了 比如这个照片差别太大 那这个呢 也有可能会见光死 所以啊 这就涉及到约会问题了 那关于约会问题呢 我们后面的视频会讲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是娜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